來到週二週三本土病例偏高的時期 15號新增的68939例本土中 台中高雄分居一二名都超過一萬例 新北市也有8000多例 另外中中症在天392例以及143人死亡 其中最年輕的死亡個案是一名30多歲 沒打過疫苗有慢性心臟病 因為肺炎合併呼吸衰竭 不幸過世 外界關注的兒童青少年重症也新增5例 其中三例miss C個案 包括一名十三歲青少年 確診後一個多月突然發高燒 接著全身起紅疹 雙眼睫膜炎 就醫後判定是miss C 也是國內青少年首例 另外兩例則是五歲男童和十歲女童 在確診三到五週 也出現發燒 睫膜炎等類似症狀 兒童腦炎也在添一例 一名兩歲男童沒有慢性病 卻出現發燒 意識改變和抽搐 合併呼吸窘迫 腦水腫等症狀 另一名一歲男童有胸凹 呼吸窘迫 研判是細肢氣管炎 所欣已經順利康復出院 兒童的重症的個案的部分呢 是今天形成四例 所以累積是五十四例 其中腦炎佔十九例 肺炎 也包括細肢氣管炎 在內是佔十例 但又有Omer恐病疫株 B.A.4 B.A.5 進入社區 指揮中心表示 六月十三號開始提供醫護人員 施打第二次追加劑 至於第二劑兒童輝瑞 BNT疫苗也預計在六月二十二號開打 而且赤絲帶疫苗也傳來好消息 指揮中心強調 赤絲帶疫苗已經簽約預定 最快九月底十月初上市 只要通過EUA就可以引進國內 提供國人施打 我是新聞柴佑琪 陳之學 台北報導